简单相关分析 COR过程 COR过程是SaaS系统提供的,用于实现简单相关分析的过程 通过此过程,可以计算连续变量的PSN相关系数 以及有序变量的Spearman之相关系数和Kentler之相关系数 COR过程的基本语句格式,如屏幕所示 其中,一共包含了五个主要语句 PROC语句,VER语句,Ways语句,Partial语句和FREQ语句 并在最后添加了Rong语句,表示运行程序 在这些语句当中,只有PROC语句是必须的 其他语句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选用 下面,我们对每个语句进行逐一介绍 PROC语句 PROC语句,规定开始运行 COR过程 并且指定要分析的数据及名称 PROC语句中的基本选项有 Person 规定计算 Person 相关系数 如果在 PROC语句中 没有规定选项 则 Person相关系数 是默认的输出统计量 Spearman 规定计算 并输出 Spearman 至相关系数 Candle 规定计算 并输出 Candle 至相关系数 V2语句 V2语句 规定要计算 相关系数的变量 在不使用Vis语句的前提下 COR过程 计算 两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Vis语句 Vis语句与V2语句联合使用 以得到变量的特殊组合之间的相关系数 在输出结果中 V2语句规定的变量 将放在相关系数矩阵的上方 Vis语句 Vis语句 规定的变量 将放在相关系数矩阵的左侧 Partial语句 Partial语句规定了偏出变量 COR过程 将对 VR语句 和Vis语句中变量 计算 皮尔森 偏相关系数 Spearman 偏致相关系数 或者 肯德尔偏致相关系数 FREQ语句 FREQ语句 规定的变量 用于表示观测的频数 使得 COR过程 将对数据集中的每个观测 作为N次观测处理 其中 N为FREQ变量的值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个 连续变量的例子 在体检中 测得 15名女中学生的 体重 胸围 呼吸差 和肺活量 部分数据 如下表所示 是对体重 胸围 和呼吸差 分别与 肺活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进行分析 这几个变量 均是 连续变量 我们利用 COR过程 进行 简单相关分析 我们编写 以下的SaaS 程序 在数据部 我们建立了 关于 体检的数据集 Examine 然后 使用 Input 输入变量 X1 到X3 以及变量 Y 其中 X1 到X3 分别表示 体重 胸围 和呼吸差 变量Y 则表示 肺活量 随后 我们使用 Label语句 对各个变量 加的标签 以明确 它们的含义 Cas语句 则用来提示 下方的都是 数据行 在过程部中 PROC语句 指定运行 COR过程 并且指明 要分析的数据集位 Examine V2语句 指出 要进行 简单相关分析的变量为 X1 到X3 以及变量Y 在完成以上的SaaS程序后 我们单击 工具栏中的 运行按钮 提交运行 查看结果窗口 展开 展开输行目录 我们可以看到 COR目录下的最后一张表 就是这几个变量之间的 皮尔森相关系数 收集该表 在输出窗口查看 从相关系数举阵的最后一列 我们可以得知 体重 体重与肺活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73417 显著性检验的P值为 0.0018 胸围与肺活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76777 显著性检验的P值为 0.0008 呼吸差与肺活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81284 显著性检验的P值为 0.0002 以上的结果说明 体重 胸围 和呼吸差 与肺活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都是显著的 由于这些相关系数 均为正值 因此可以说明 体重越大 肺活量越大 胸围越大 肺活量也越大 呼吸差越大 肺活量也是越大的 通过比较 这一plot过程 对它们绘制散点图 编写以下的SaaS程序 在这一段过程 补中 plot一句 指定运行 这一plot过程 并且指明 要分析的数据集为 examine plot一句 指出 分别对 辨量y 和x1 y 和x2 以及 y和x3 绘制散点图 我们用鼠标 选中这一段程序 单击工具栏中的运行按钮 提交运行 查看结果窗口 展开竖形目录 这一plot目录下的第一张图 就是肺活量与体重的散点图 双击该图后 在graph窗口查看 我们可以看到 肺活量与体重 基本成正相关关系 类似的 肺活量与胸围 肺活量与呼吸差 也是成正相关关系 下面 我们再来看一个 有序变量的例子 对某校的学生就业情况 进行了调查 将每位学生的签约工作 根据工资薪酬 划分为五个等级 等级从1到5 表示薪酬水平 从高到低 并考察 他们的学习成绩 和实践能力 部分数据 如下表所示 是分析 学习成绩 和实践能力 分别与 工作等级之间的 相关关系 因为这些变量 都是有序变量 因此 我们可采用 Spearman 至相关系数 和 肯德尔 至相关系数 来描述他们之间的 相关关系 由于学习成绩 和实践能力 这两个变量 取值均为次幅形 在分析之前 首先要将它们 转化为数值形 令A等于1 B等于2 C等于3 D等于4 然后 我们可利用 COR过程 实现 简单相关分析 我们编写 以下的SaaS程序 在数据部 我们建立了 关于就业的数据集 Corea 然后 使用Inputs语句 输入变量 Score Practice 和Job 其中 变量Score 表示学习成绩 Practice 表示实践能力 Job 表示工作等级 Cores语句 则提示 下方的都市 数据行 在过程部 我们利用 COR过程 进行简单相关分析 其中 PROC 依据 指定运行 COR过程 并且指明 要分析的数据集位 Corea 添加这两个选项 表示 分别计算 Spearman 至相关系数 以及 Kindler 至相关系数 V2语句 指出 在相关系数矩阵中 列变量为 Drop V2语句 指出 在相关系数矩阵中 行变量为 Score 和Practice 在完成以上的SaaS程序后 我们单击 工具栏中的运行按钮 提交运行 查看结果窗口 展开 竖形目录 其中 COR目录下的 第三张表 是这几个变量之间的 Spearman 至相关系数 双击 该表后 在输出窗口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变量 Score 与Drop之间的 Spearman 至相关系数为 0.50170 显出性检验的P值为 0.0338 Practice 与Drop之间的 Spearman 至相关系数为 0.81698 显出性检验的P值 小于 0.0001 再查看 COR目录下的 第四张表 这是 这几个变量之间的 肯德尔 至相关系数 双击该表后 在输出窗口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变量Score 与Drop之间的 肯德尔 之相关系数为 0.42563 显出性检验的P值为 0.0373 Practice 与Drop之间的 肯德尔 之相关系数为 0.75233 显出性检验的P值为 0.0004 根据以上 两种相关系数的 计算结果 我们可以得知 学习成绩和实践能力 与工作等级之间的 相关关系 都是比较显著的 而且 均为正相关 即一般而言 学习成绩越高 工资薰酬越高 实践能力越高 工资薰酬也越高 但是 相比而言 实践能力 与工作等级之间的 相关性 更强 这说明 在就业中 实践能力更为重要 1 1 4 7 7